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就没有公路了 行军中的粮草补气 全靠人背马驼 大炮都是靠人抬着爬过山的 第十八军胜利完成了大进军的任务 1951年10月26日 拉萨数万群众手捧洁白的哈达 再歌再舞 家道迎接解放军入城 此时这片一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连一条完整的公路都没有 交通落后严重制约西藏的经济发展 党中央从军事上和政治上考虑 决定尽快修建公路和铁路 1954年两条进藏的公路 青藏川藏公路通车 此后国家开始准备铁路进藏的规划 从1956年1月开始 铁道部着手对从兰州到拉萨的 两千多千米线路进行了全面勘测设计 并组织专家对青海 新疆 云南和四川 四条进藏铁路方案进行系统研究 最终确定了综合条件最好的 青藏铁路方案 1958年9月 青藏铁路建设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全程814千米的青藏铁路一期工程 西明到格尔木段 在海拔3700米的关脚隧道开工 与此同时 二期工程格尔木到拉萨段的前期准备工作 也在紧锁密鼓的进行之中 1961年3月 因国家经济困难 青藏铁路建设全线停工 从1973年7月开始 国家开始研究青藏铁路 西明到格尔木段 恢复施工建设计划 同年12月9日 毛泽东主席在东南海 会见尼泊尔国王 比兰德拉时表示 青藏铁路要修 要修到拉萨去 要修到中尼边境去 1974年3月 国家决定青藏铁路恢复施工 6万多名建设者 在上高原 展开青藏铁路 西明至格尔木段 建设大会战 经过5年艰苦奋战 1979年 青藏铁路 西明至格尔木段 铺轨通车 1984年5月交付使用 就在二系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 即将按计划推进时 工程人员遇到了新的困难 其实青藏铁路的修建 我们一直所面临着三大难题 一个是高寒缺氧 一个是多年冻土 还有一个是生态脆弱 实际上整个下马的时候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 多年冻土的技术难题没有解决 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 有4300米 高原极度严寒 使这里的土壤常年冻结 青藏高原有些地方的冻土厚度 超过1500米 冻土的季节变化 必然引起陆基升降 铁轨变形 为了摸清高原动土温度变化规律 1961年 铁档部在青藏高原 丰火山动土区建设了动土观测站 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 全年有人职守的高原动土观测站 主要工作是观测 不同地段的地温变化 为今后解决动土问题 积累科学数据 丰火山 距离青海省格尔木市区 三百八十千米 海拔五千多米 这里空气稀薄 荒无人烟 是青藏高原生命禁区中 最险恶的区域之一 1962年 时任西北科研所副所长的 王湛吉 带领一批从事动土研究的科技人员 来到烽火山 开展动土科学研究 早期的烽火山观测站设备简陋 生活艰苦 为了保证驻守山上人员的吉亚 每年冬季 王湛吉要提前压车上山 往返两千多千米 从兰州运粮运菜上烽火山 我父亲每年都是提前就要走 有时候我母亲能说 别人都没走呢你就走 他当时就说一句话 就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我得把粮食蔬菜先得拉上去 把该安排好的地方安排好 王湛吉在战争年代受过伤 由于常年带伤在高原工作 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但他仍然带领科研人员 边观测边建设 在烽火山建起早期的 动土气象观测站及相关科研设施 为解决动土难题 做着前期基础工作 1974年青藏铁路一期工程 西宁至戈尔木段终于恢复建设 可是当工程进入关键的扑轨阶段 王湛吉却身患重病 住进了医院 他临终的时候 他就说他说你看我也不行了 我这也就以后呢也就上不去 我现在就说我最大的遗憾 就是我没有看到青藏县修通 那就是我活着没看到 我就说等我死了以后 把我的骨灰送到青藏县封华山去 我要看着那火车从我脚下通过 1980年11月 年仅51岁的王湛吉 带着对青藏铁路的深深牵挂去世 按照他的遗愿 中铁西北院把他的骨灰安葬在烽火山上 永远守望着对面的青藏铁路 2001年6月 王湛吉的儿子王耀新 追随父亲魏靖的事业来到烽火山 担任青藏铁路烽火山隧道监理工程师 继续奋斗在青藏铁路建设一线 王湛吉没能看到铁路通车的那一刻 但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动土科研工作者 为攻克多年动土世界难题 所付出的执着坚守和奉献精神 以成为一代代动土科研工作者 奋进前行的不节动力 1984年5月 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通车运营 这一年从南京气象学院毕业的李勇 追随着老一辈动土科研工作者的脚步 来到了烽火山 李勇和同事们的主要工作是从事地温数据观测和动土保温材料试验 来到观测站后一直找不到动土问题的解决方法 这让李勇和其他科研人员都非常着急 担任青藏铁路多年动土分部与特征研究课题组组长的张鲁欣就是其中一个 张鲁欣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 上世纪七十年代张鲁欣就参加了青藏高原线路勘测考察 多年来他一直带领科研人员以烽火山观测站为基地 持续不断进行地质考察和动土研究 综合烽火山观测站的试验成果 张鲁欣和其他科研人员创造性地提出了 主动降温 冷却路基 保护动土的新思路 实际上就是采取措施保持住动土的温度 不让动土融化 从而解决动土难题 因此他们当务之急是找到给动土保温的方法 为此张鲁欣和同事们扩大考察范围 了解不同地质环境下动土的变化规律 为了深入考察青藏高原的地质环境 他们尝到了高原反应的滋味 超过四千多米以后就开始感觉头痛恶心 到五道梁的时候确实是非常难受 有一个词叫头痛欲裂 真的头像爆炸了一样 恶劣的天气下进行科学考察 经常出现异乡不道的危险 有一次张鲁欣和几个同事 在距离青藏公路线八十九千米的无人区 进行地质考察 返回的时候风雪浇下 他们才发现手上的地图标错了地形 四周都是馒头式的小山 风抹平了来时的脚印 在高原无人区的风雪夜里迷路 后果是不敢想象的 因为地图的关系走失了方向 最后回不来 后来凭着记忆 凭着指南针走回驻地 半路上极寒交迫 最后靠着三根火柴来划出火光 来求救 才让寻找我们的同事们 找到我们把我们救回去 在张鲁欣团队野外考察的同时 李永和同事们也在蜂祸山模拟路基上 进行各种动土保温试验 草皮护泊保温是他们最初的设想 当时用的那个草皮护泊 也是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在青藏线修建的时候 它有一个最大的磨病是 构园就是植物很脆弱 草皮的来源没有 你不能吹冬墙 补锡墙 你不能把烂的草皮挖下来 弄着铁路护泊下去 草皮护泊不能用 他们又做了一批混凝土的保温块 天气寒冷的时候效果不错 但天气变暖后 血水融化又垮塌了 混凝土它有一个最大的毛病 它是刚性的 它不适应于动土的 动脏和融成的变化 它不跟上土体走 它的动脏就融成 后来就撬起来了 它中间就有空隙 一空隙穴水下去之后 这样一件自己的动脏 那就散了架了 草皮护泊 混凝土块护泊都不能用 李永和同事们没有放弃 继续不断地试验改进 一次又一次的试验开展之后 一据观测站的试验数据 科研人员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 放弃方方正正的水泥块 改用不规则的片石块 并取了一个专业的名字 片石气冷陆基 片石气冷陆基 就是说在地面上 铺设厚一米五左右的 这样一个块石层 利用这个传摄原理 能够把这个基底的 这个土体的温度能降低 保证这个动土层的温度 不会升高 这样的话能起到保护动土稳定 最后让动土工程稳定的 这么一个效果 由于片石的存在 改变了动土的不稳定性 片石间的孔隙可以透过空气 热空气上升 冷空气下降 在冷气流的保护下 动土就会保持相对的稳定 片石气冷陆基效果好 但施工成本也高 为此科研人员进行技术创新 在比较稳定的动土地带 沿着铁路陆基两侧 架设热棒给陆基降温 青丧铁路沿线有一段32千米长的路段 两边插了许多铁管 这就是陆基热棒 热棒总长度约7米 插入冻土中 整个棒体是中空的 里面灌有液氨 外部有散热片 热棒就相当于一个制冷机 它是通过注入热棒一定的冷凝机 通过它这个气液循环的过程 一个吸热放热的这么一个循环 不断地把大量的热量从土体当中带走 带到空气 散到空气当中去 最后能够降低这个土体的热量 这样保证了这个动土本身的稳定 几十年来 一代代动土人在蜂火山测取了一千二百多万个数据 终于找到了给动土降温的方法 困扰青藏铁路建设几十年的动土难题 彻底解决了 2001年6月29日 隆重的青藏铁路开工典礼 在格尔木和拉萨同时举行 青藏铁路二期工程 格尔木至拉萨段的建设 作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 正式启动 十余万建设大军展开了大会战 随着各路施工大军不断向青藏高原腹地挺进 又一个难题摆在了施工人员的面前 如何克服高原缺氧 2001年3月的一天 中铁四局中心医院接到一个任务 紧急抽调医务人员 前往青藏铁路建设工地做医疗保障 外科护士长丁泰桓是业务骨干 他女儿刚小学毕业 爱人也在工地回不来 但他克服家庭困难 主动要求去高原 医院当时号召大家报名 等我家小姑子听说我这个事情 天日我想去以后 他也很支持我 因为他当时他俩没有小孩 说嫂子你去吧 孩子我给你带着 中铁四局城间的青藏铁路二期工程 第十五标段 抵触人际罕至的唐古拉山脚下 海拔4750米 急需建二级医院 丁泰桓和几名医护人员 从格尔木市经过500多千米颠簸 来到纳区验食坪附近 一所废弃的院子 筹建新的工地医院 当天夜里施工现场 给正在筹建中的医院 送来了第一例严重高原病患者 这个病院就是个急性肺肺肉 因为我们当时真的是什么条件都不具备 等他来了以后 我们把我们自己房间里面的东西 先给他拿一套 先给他铺起来 就给他抢救 给他用药 抢救完了以后 我也不放心 我一晚上都是在这个病院跟前 在整个二级工程建设过程中 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 在工地沿线设立了29所医院 115个医疗点 但是在一些环境极端的施工地段 高寒缺氧仍旧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中铁五局城间的昆仑山隧道 全长1686米 海拔高度4648米 使世界铁路建设史上 难度最大 跨度最长的永久动土隧道 里面的海氧量极低 工人们工作量大 不少人都犯上了高原病 在昆仑山隧道里 每个施工人员都背着个小氧气瓶 这个钢瓶可连续供氧三小时 有效缓解了隧道施工缺氧的问题 但氧气瓶有时间限制 而且背着氧气瓶不方便施工 眼看施工进度 因缺氧渐渐放缓 彻底解决缺氧的难题迫在围解 我们一个是做综合的制氧供氧 一个系统 做了这样一个系统 它可以实现对长字面 弥散式的供氧 第二个建立了一个高压氧仓 第三个有一个三级的医疗机构 它可以给你提供常规的吸氧 包括一些恢复的一些工作 这样来解决我们氧气含量比较低 劳动效率下降的一个问题 许多医护人员走上高原 为诸禄大军撑起生命保护伞 他们在青藏高原工地上建起的医疗保障设施 效果显著 隧道施工日绝近速度 成倍增长 最长的昆仑山隧道和最高的烽火山隧道进展顺利 提前贯通 创造了高原缺氧环境下隧道施工的新记录 随着青藏铁路建设的推进 保护高原生态环境 使青藏铁路成为生态铁路的关键 也是摆在诸禄大军面前的新挑战 青藏铁路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 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丧铭羊 野猫牛 藏野驴等珍惜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每年的六七月 是丧铭羊迁徙产子的季节 中铁一局铺架项目部 在下设楚马尔河特大桥时 每天都有上千只丧铭羊从这里通过 怎样才能不经扰丧铭羊正常迁徙呢 为了保证迁徙觅食的野生动物 顺利穿越铁路 青藏铁路建设单位采用乙桥带路等方式 在青藏铁路全线建设了33个野生动物通道 既解决了动土问题 又保证了野生动物自由迁徙 就通过这个乙桥带路这种形式的修建 我们就从工地施工和动物迁徙这个特点来看 成功地解决了这些珍惜动物迁徙的一个过程 是一个依据多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措施 青藏铁路开工建设以来 十多万开路先锋组成的建设大军 在生命禁区 冒严寒 顶风雪 战缺氧 斗洞浦 在学域高原上筑起了中国铁路建设新的封碑 2006年7月1日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推动西藏进入铁路时代 成为青藏高原经济发展 边陲稳定的强大保障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青藏铁路起于青海省西宁市 终点为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全长1956千米 被誉为天路 是中国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 青藏铁路从1956年1月开始筹建 经过50年艰苦卓绝的准备和建设 几代人的夙愿终于化为宏伟现实 截止到2021年7月 青藏铁路以安全运营15年 15年间累计运营进出藏货物 6834.71万吨 进出藏旅客2963.27万人次 滚滚车轮为高原人民带去了 无限富裕和安康 在中国的版图上 承载着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梦想的 青藏铁路正在延伸 挑战极限 永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 也在传承不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